自己买的 可是他自己不说 我工作那么忙 哪也空几种小事 他如果说了 我肯定不会出去 给周觉青补去啊 亏根结底 还是他不声不响的 跟个没嘴的葫芦似的 我真不知道说你什么好 你要是不想谈 就赶紧分手 别耽误人家 以后别在我面前 替分手这两个字 随你 我找你过来 除了送介宇的礼物 还有一个好消息 小舅舅要回来了 那小舅舅什么时候回来 他在国外的事情 办妥了就回来 好 我知道了 生日吗 嫂子 这里 怎么了 嫂子 祝你生日快乐 姜哥有点事 一会儿回来 进来吧 嫂子 姜哥那么忙 还不忘记你的生日 他对你真上心 嫂子 您别怪我多嘴啊 我们私底下都觉得 您和姜哥特别配 都说您是模范夫妇 网络上那些消息 您没当真 一大半都是蹭热度的消息 我们都能看得出来 姜哥心里只有您 姜哥心里只有您 这不过圈里的事情 您也知道 是吧 他泳的时候啊 喝口水 谢谢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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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海鲜啊 是护士最好的酒店的 今天下午空运到的 姜哥专门让我肯定的 你又丰富了 普尔明 普尔明 找到了 希望到时候 过敏症状不会太严重 嫂子 祝你生日快乐 嫂子来得正好 姜哥到了 饭菜热好了 趁热吃 嫂子 这些饰品呀 姜哥让您随便选 您看 您喜欢哪个 你喜欢的都可以买 嫂子 没有你喜欢的 没有 我要这个袖扣 嫂子 这个已经是 很久以前的款式了 可能已经 绝版了 我去打听打听 谢谢 没事儿 没事儿 喂 对 是我 这算是给你的补偿了 好的 阿胜 时间不早了 你先回去 好 过来 你这么乖 是该给你个名犯 我决定去参加 一起去旅行 你把通告接下来 我 怎么样 真好 鱼哥 你小心啊 没事 抱歉 来晚了 这是我助理 哥哥是南卡娱乐的制作人 和梁秋导演 你可不给我出岔子 好 那我们继续讨论剧本 贝先生 第七幕 霍靖的爸爸 为什么让他出门路上小心点 按照前文的伏笔 他们的感情并不好 是为什么 这 可能是我记错了 剧本的事情可不是小事啊 你确定是记错了吗 是我记错了 你删了这句话吧 不能删 第五幕 霍靖复仇之后回到家 第二天他的鞋子上 沾了很多灰尘 那是因为他爸爸 发现了他鞋上的血迹 穿着出去帮他处理了案发现场 他爸爸一直知道自己儿子做的事情 哦 原来如此啊 贝老师 您埋的伏笔 您都忘了吗 瞧我这迹象 平时工作太忙了 连自己埋的伏笔都忘了 还是小于你记忆力好 我年纪大了 真是自愧不如啊 呃 你叫什么名字 这是我的助手 叫 我叫陈剑鱼 哦 我对你的名字印象深刻呀 是见证始终不渝的意思吗 怎么样 夏末事故的编剧那边 给了答复了吗 嗯 他他拒绝了 他说您拍电影取高贺寡 注重理性胜于感性 您和他不合拍 那您问问他可不可以 可能是吧 我很器重剑鱼 虽然他这几年一直平静期 但我还是相信他能写出 像夏末事故这样的好剧本 好剧本都是值得等待的 别说是五年 十年都可以 亮道 你说对吧 贝先生 今天的会议到这里结束 我期待能尽快地看到 请温柔地杀死我下半步 好 好 陈先生 这是梁阳岛的名片 好 谢谢 你 仪器还挺大 他脾气一直很大 不然会沦落到 给你当枪手 你能不能再给我想个办法 让他乖乖给我当枪手 你真当他是Hello Kitty 我教你的办法只管用一次 能不能降服他 看你自己的本事 既然你没有本事 那我也爱摩能助 只要姜眼不插手 我有办法让他乖乖就饭 你能保证姜眼不插手吗 你尽管放开手 陈剑鱼就是姜眼的阿爸狗 铺离不尽 姜眼根本不把他当人看 好 你们听说了没有 陈剑鱼在会议室里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打断老辈的话 还抢了他的风头呢 干得好 他这是承恶扬善 老辈就是只不折不扣的铁公鸡 连加班工资都可扣 我早看他不顺眼了 搞什么呀 五年没写出一个剧本 也能算编券 公司里一年没接到项目的 全被提了 只有他安然无恙地 领了五年薪水 你们见过这样 气重人才的老板吗 可真没想到 他是这么个 过河拆桥的东西 你怎么知道他没写出过东西啊 老辈连修丧价的钱都扣 我不信他能摆养成剑鱼五年 有个有钱有势的男朋友真好 可以不干活光拿钱 谁帮我介绍一个姜妍 我愿意和成剑鱼一样 大半夜排队给他买球鞋 冷潮热讽的够了 大家是同事 不要关注人家的私生活 平时都没少帮大家改剧本吧 至于说话那么难听吗 说话难听也比不上他做事难看 凉秋导演给他抛杆蓝支了 人家马上飞上枝头变凤华 还能记得他的恩师吗 你们怎么能这么说鱼哥 凉秋很早前就知道鱼哥的名字了 很欣赏他 鱼哥 你看这个 他们说话也太过分了吧 安安说得真的 这 我鱼哥就是我鱼哥 不愧是你呀 还是有点苦啊 加点姜和枸杞吧 往鸡汤里加上姜片和枸杞 这就成了翻越春夏秋冬 尝遍酸甜苦辣 小朋友 尝尝 还觉得鸡汤苦吗 小鱼 关于上一期去旅行吧的事 我有一些细节要和你交代 很简单 一共两条 第一条 综艺录制期间 你不能干涉江颖工作上的事 可以提出意见 但我们有权不采纳 第二条 节目录制过程中 到处都有摄像机 包括你们的单人房间 为了控制事态影响 严谨在镜头里面表露亲密行为 不能给江颜造成不良影响 不能在节目过程中 说出有怎名誉和形象的事情 我们是担任房间吗 是 还有其他问题吗 太好了 这让你很为难 没有了 这么怕我 杨 小鱼 以上条例 出于工作考虑 我想和你签订一份协议 我们已经签过了 什么时候签过的 我和江颜认识的第二天 你来找我签了一份协议 条例里 清楚规定 在交往期间的事业 什么合约 就我当时和剑鱼签过的 一个保密协议 来 签合同吧 来 小鱼 这是最后一次了 是时候回到正轨了 盖在沙漠风暴中 绝望 风干皮囊一场哭 我拼命寻雨露 我拼命寻雨露 干枯的眼神空洞 一定是时候我也有种感动 我拼命寻雨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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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再奢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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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